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Costco 这个Costco呢,有的东西便宜,有的东西贵 大家注意比价格,人家比价格 就是衣服这边也是蛮好的 而且Costco的会员卡有很多福利 听来美国的人一定要办个会员卡 然后呢,比如说刚来的人理发是困难的 可以买这款,这个TG刀 不是TG刀,就是理发刀 现在打折35块钱 你可能出去剪个头就要50 一般刚买的人都学不得 就买这个就行了 真便宜啊,今天打折 然后一下这种50个的 就是一开始租房子装备必须的 13 就是我现在教大家怎么购置东西便宜 这个便宜,实惠 因为刚来的人他都是没什么钱 还有一个必需品就是打印机 一定要买个打印机 但是Costco的打印机不是太别 有的时候打折的单品还是挺好的 挺给力的 比如说这个杯子 比如说这个杯子来个六个 这个杯子来六个就挺不错的 小家电 Costco的我感觉一败 还有这个牌子,Katron Air 这个牌子的厨具啊,刀具啊 性价比蛮高的 它是等于是美国Super 有的烤箱家用电器啊,都是这个牌子 那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大家电买的话 白家电还是Costco便宜 最便宜的就是Costco 大家买被子的吗? 被子和枕头也是Costco 枕头也是这款比较好 这个 这个 15块钱 两个 如果是大床 就是 那这个 两款不一样 这个 Sini呢 是专门做常见的 比较高端的品牌 Costco这个整个是最便宜的 外面可能要快 80 然后被子的话 被子床单是亚马逊品 不是 衣服的话还是Costco 比较便宜 比较好 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 我都看不上来Costco买这个衣服 现在渐渐就习惯了 现在渐渐就习惯了 你看这种 Tom的封衣 有30 这些羊绒外套啊 羊毛外套啊 如果是品牌的 Costco比较便宜 这些羊绒外套啊 羊毛外套啊 如果是品牌的 Costco比较便宜 电池也是Costco比较便宜 电池也是Costco比较便宜 但如果你要买扫的话 扫的话 扫的话还是沃尔玛买的 大家看这边这个空调滤网 有的房子要装空调滤网 这都是20×50 20×25 这边这个滤网也是还可以加格 还有一款这个充气床 如果你住房子没家具 买这个充气床也行 这款充气床 90块钱 还可以打包 搬家的时候也不用操心 搬家的时候也不用操心 现在打折之前是一百多了 我会知道打打折 但当然不是天天有 这个垃圾道 要不买两个小的放在房间 要不买两个小的放在房间 有的东西是京东便宜的 但它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运过来 我选上了一个 有时候如果说大家刚来没钱吃饭的话 就可以来试吃一些东西 到了饭店 然后呢它这边有个套餐 是一块七毛九 一个牛肉汤热狗 然后加一杯无限饮料 如果你有时间 前妻想省钱可以现在来吃这个 想吃包子呢就买 8块9毛9 最便宜的 其他地方都超贵 买米的话就买这种就不便宜了 这是太贵 品价比比较高 这种 我没试过 这个好像是茶蜜香 这个是印度的 比较高级的 这个是印度的 然后这也是日本人做的 这个是瑟斯米 这个是美国三个 这个就适合的一块五 热补 以前我刚来的时候 尽量吃的 其他都不太推荐 这比较坑 不好吃就坑